在张南赵云磊是落后7分10比17 韩国队的教练 那么现在在做场外指导 又是一个往前的连续多拍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种 像平常互相训练的时候 这叫前面的封网 刚才我们看到赵云磊的封网 还是相当不错 当然韩国队的接这种铺推 也是非常好 11比17 15 18比11 好球 接发球得了一分 1912 1912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高成泉和何真呢 在防守上比较协调 也比较严密 而张南和赵云磊呢 这个总是撕不开 对方 拉不出空档 另外再加上自己的失误 你看又一个揭发球 推出界 这样在第二局 20比12了 韩国选手 拿到了局点 又是一个 揭发球得分 13比20 打燥 300 银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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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追了一分 不过现在韩国选手呢 已经是拿到了20分 14比20 好 15比20 看能不能创造一个小奇迹啊 从7分 现在追到落后5分 球没有过往了 这第二局这样要想翻过来的话 真的是难度相当之大 对 好在第一局呢 有一局垫底 这样双方打成了1比1 等一会儿呢 要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呢 一开始的时候双方还是比较胶着 但是到了中段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自己呢 这个失误增多了 比分一落后以后 反倒变成了心理上的压力过大 然后又着急 着急呢更加出现失误 所以总的来说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了 第二局 中国队主要还是自己的失误 造成比分上落后的太多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进攻方面 不像第一局 来得那么顺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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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